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给你叮你 这地方还有点变速 还有没有机会跌回来取决在什么 围什么 就是战争嘛 战争看起来是很可怕 没有打那也没办法的事情 而且还在拖 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你说这行情强不强 因为台股为什么 它一定要涨嘛 我在跟你讲说 你上面都没赚到钱都没有关系 你把命留下来就可以 这边当下一定要好好拼回去 现在人生只要掌握 人生的机会有时是一两次而已 你要放大胆去做动作 你听我的这句话 我想你后来 你未来一定会非常什么 你到年底里也会很感谢 不管赚钱 赚大钱或小钱 你一定要有那个胆势 逮到机会的时候你不能去放弃 我跟你讲 真的就这样子而已 如果今天说是要跟你谈什么股票 我也不是喜欢说很 很想跟你吹嘘 吹捧说我的股票多强 你也知道我股票强不强啊 对不对 他跟你强在强的股票 无非什么 也没意义嘛 你有的当然很谢谢我嘛 对不对 没有了嘛 说实在想 这老师还不够强啊 那他现在党在哪里 所以想这个东西 说实在 都是不要用想的 你一定要去行动 因为台股这一次来讲 他是一个筹码相安定的一个股市 他根本就跟你讲说 只要这个地方来讲 他稍微一个动起来的时候 他会非常 因为他已经整理的时间很长久了 他一旦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跟不上 你会跟不上 我跟你讲真的 等到你想跟上 都有什么 又什么 又全部都没在高点去 所以我一直进来 一直跟你强调 天天跟你讲 这行情我是看到的哪里 我今天来写下九千点 你再谢谢我一声 可是九千点说 把整理节就到了 你讲真实在 现在已经九月份了 马上就要 年底就马上 一年又 2013年就快要过了 真的就这样子 所以我讲说 我们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就这样子而已 当然今天对什么 大家最后会谈的股票是什么 还是什么 景德嘛 3152的景德嘛 这种股票说实在的 实在在不过在8月24号 那场演讲会的时候 特别邀请你 无交无可 你赚点小钱来演讲会 如果你不是有会 我不知道你做了没有 但毕竟你来演讲会 我没有对不起你 你带回去那份资料 我想今天当下叫 大家也笑一笑一笑 所以我想说赚点小钱 你不要追高三低 就算我打开了之后的股票 说实在的 你还是什么 你还是可以 你还是什么 当然他不可能回去啦 但是稍微有个低档回来 你只要感觉 通通你的 天天跟你讲的景德 而且演讲会还不过100块 现在大盘 来到8169 谁最强 就是景德嘛 这种股票说涨了多少 昨天已经来到哪里了 哎哟 怕死了 老师他要紧 他要紧 对啊 都30%了 他把你100万都已经30万回来 而且在演讲会是什么时候 你自己做见证嘛 8月20号推出的时候 景德不过在哪 97.6而已啦 这一档也不用讲 这档你也知道 1 2 3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看得到 吃得到 贪得到 这档说实在涨停满 你也知道是谁 你去演讲会一档要知道 是不是叫好又做到 而且我最重要的是 我不是叫你追涨停满 我的股票有没有办法一档胜过你的十档 因为你一定要利用这个一档股票 胜过你首要十档 你才有办法改变你的未来嘛 包括逮到一个机会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放弃 不是 我们不要天天操作 但是当你逮到一个机会 你要重点是什么 重压 集中火力 你这样才有办法 在这个当下来讲 所有的 当下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我坦白跟你讲 包括你或许会问我说 这红达店会停满 那也没啥热了 我大胆跟你讲 因为这大盘是涨定的嘛 但是问题是你买它 你要赚多少钱 你作用何债 但是你可以利用什么股票 可以让你红达店所没赚到的 就是说赔的钱啦 因为现在谈赚钱是相当困难嘛 你要等解套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一档股票 早就把红达店的问题解决掉了 我跟你谈的是什么 联放和周边概念股 30% 尤其这个紧的来讲 100块以下到昨天的涨定板就好 人人参与都赚钱 四个也不用讲 这档好了 先打开 这档是什么 你也知道 严格一下它是 它就紧缩嘛 没涨吗 对不对 这三档股票通通 让你看到吃到贪到 而且如果说涨定板是一定要 问题是我跟你谈的是一个趋势 那当然当下这些股票说出来 当下这样 联发个零工概念股 单单你就好好掌握这三档就可以了 股票一定赚于金 不要赚于多 我跟你讲 我扣给你这句话 一定要赚于金 不要赚于多 你才会赚多少钱 你的股票如果没有办法有国际观 你赚钱怎么会可观呢 我常常跟你讲说 你真的看我节目就可以了 你不要随便去转台 有时候我的节目或许有点无聊 我跟你谈的是个事实 因为这个地方一定是集中在很多 因为景气动物是 这种景气动物的东西 大家都说实在 它不是全面性都可以收回 它一定集中在特别好的一些股票上面 因为这是个资金行情 它会集中在特别有亮点的什么 的题材股 这种体验股说实在的 今年的电子股来讲 唯一剩下的机会 在联发科的上面的时候 它比什么还强 比苹果概念股还还强 我坦白跟你讲 当然苹果概念股也是一个主流 但它主流地位基本上 你不会这么长久 但是我跟你 我既然敢跟你谈联发科的周边概念股 代表这个当下 它的趋势主流就是什么 就不会是那个一两个月的时间点 我最好跟你谈一档股票你也照我的为人 要么就是最少最少三个月以上 甚至有时候谈的一年两年三年都常常有的事情 对不对 这样的股票才可以人人参与都赚钱 所以我还跟你讲说你赚年也小钱 有一些资金上困难的你不要急 你因为资金更是少的时候 你更要集中火力上面 你可以看我的节目不要追高杀低 把笔记本拿出来记好 就OK了 像是三档股票 不过在8月22号 党党股票都相对在低档区 细格在哪里 细格8月28号都还在26.55 那紧缩呢 进行我们就因为错过紧的了 没办法你买低档的时候 紧缩在107.5 会员做见证 包括你只要把电话进来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他只要说 表示内档股票是什么 2号是什么就紧的 也是紧缩 都是紧自备的 今年好强 那你看昨天是不是涨停满 而且他不小心 你看他这么像股票 他洗盘的时间相当长久 他开盘的时候还开到108.5 刚好昨天也是有一个会员 我说加码就对了 因为紧的他就把他卖掉 卖掉买不回来也没办 他说怎么办 我说赶快去买紧缩 2号就紧缩 补你紧的 因为毕竟我不喜欢叫你追高杀低 对不对 那既然卖掉都卖掉就好了嘛 赚到钱放在口袋 你可以跟上下一档的紧缩吗 那时候还不过开盘的时候 109块 怎么买不到 我加109块买了 只怕你买了你还怕死了 全部都还在低档区 还在低 甚至还来到108 但是他涨起来 咻一下不小心 那怎么10点以下猪羊变色了 我吃个饭回来说 老师你的紧缩涨天板 我说应该的 有什么好稀奇的 涨天板有什么好稀奇的 对不对 16 但是问题是还恭喜你 他还没有正式锁涨天板 这当下就是你的机会 我跟你讲 我不喜欢我的股票 涨天板要干什么 干什么 为什么这行情这么强 你要从联发科看起来 这地方 这电子股来讲 你一定要从联发科看起来 这地方来讲 你要看重点股 我的主流的重点股在哪里 我的重点的主流就是 让你人能参与都可以赚钱 只要我再跟你谈一个趋势 代表什么 你股票说实在 就像拿联发科来讲 我们从联发科现在讲回来 联发这档股票 我是从这地方开始跟你谈上来 他涨了这个都波段 我也很是 我擅尽我的责任告诉你 你短线来讲 你资金不会小 你不要追购 但是实际上坦白讲 这一点你买在这一点 我不认为他是高点 他一点都不是高点 为什么 因为他的周边 你单单看这些股票 活蹦来代表什么 联发科这档股票 真的你有的 你要真正 要给他 如获之表珍惜它 为什么 你看看在九月四号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长黑洗盘 可是你看起来 因为法人买这么多 这个地方洗盘的时候 一定势必什么 势必它呈现 你有时候你就看不懂 这个人家在卖出 可是在联发科有个特性 我就跟你讲说 它的关键点是 它量数都可以上涨 你要从一个逆向思考 它量数九月四号都可以上涨了 那我请问你一下 代表他筹码很安定 而且他人家是在法人赛做卖出的 代表这个地方放料并大涨 对不对 最少你如果说不用想那么复杂 你最少说我怎么跟你谈 联发科 我既然敢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不要去追高 我这个地方告诉你 不要去把它 不要看坏它 那就对了 昨天它怎么样 你自己看看吧 它昨天是站在三六七点五 那没有怎么涨 你不要这么小鼻子小眼睛 一档股票不是每天看它涨涨跌 要涨停满干什么 你要看它是不是你的机会 我跟你谈的是机会点在哪里 因为毕竟这档股票 你不可能在这边 如果你那时看到是个机会 你可以赚这一段的话 最少你的一张联发科 最少你可以在单单这个当下 七月左右 那个行情不是很好做 它带给你跟我三次就好了 它带给你是50%的空间 就150块的空间 那你单单看我节目 你只要愿意相信我 这边做买进 三七八不要做 单单这一段最少 最少也有70块吧 一张七万开 多少人七月份的话 那个七八月份的话 投资错股票是吗 一来往是差很大 我是跟你讲 现在完全是选股为重点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看那个涨跌 而现在来讲 好 接下来讲 我这边告诉你不要 但是近期我怎么又跟你怎么谈的 我说这档股票 往后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你现在回过来看 你自己看清楚 你很喜欢看线形 我也可以教你 三六这个地方在这边 我怎么跟你谈三六六的 好了 我这两天真的跟你谈 我有没有站回去就好 而且你现在回过来看这点 三六六来看到这边 它是什么 它这个地方都已经突破 这长黑的高点 这根长黑棒的高点在三六六 对不对 它昨天都已经悄悄的利用 利用什么 连三后已经站回去了 我告诉你这后事已经不可思议的 就好了 你还问我什么 所以三八二怎么可能是高点 问题是当下下连发哥说实在的 以外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让你马上什么 因为连发哥这张股票说 股票它不是只会涨不会整理 但是毕竟你要看到它的美角在哪里 好 接下来讲 实际上在连发哥来到高档区的时候 同时在做休息的时候 我也善尽一些责任告诉你 你做到连发哥领工代表 这种就是紧的 已经来到八月二十二号 而且去演讲会 只要你愿意走一招 所以有时候就说老师 你常常叫我们演讲会不要来 你干嘛要来 你就不想赚钱来干嘛 本来就是 我说我演讲会说实在 不是说一定在乎你要不要来 你如果只是来看看的话 没有那个心 我的股票可是花很多时间 找出来 我们要放眼那国际 不知道你的研究员本身是什么 要从美国 不知道全世界来讲 找寻一些真正第一手讯意给你 这个是我应该要尽的责任 所以我们会员为什么可以赚钱 因为我们的认真 你有国际观 你的赚钱才会很可观 所以同时的时候 八月二十二号那时候 我就特别邀请你 连发哥这边平台做整理 你要等到这个地方突破 你的反而跌破 对不对 现在再回去了 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来到这边就是一个法人下一次的目标 叫我还是邀请持续的邀请你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 连发哥是哪一个报告你要真的了解的 这一点这一点到底在哪 如果你有兴趣连发哥带过来就对了 同时我再跟你补充一下景德你可以先进场 就是这个东西97.6天天涨天涨有没有涨30%就好了 包括在八月十九号我不是天天都有股票写在传承稿 所以说是我的会员你一定要去留意我传承稿有没有什么重点是买已经在底部已经在布局的股票 所以原格讲八月十九号我们就讲了把景德写在传承稿上写了很下 连发哥涨完之后因为那时连发哥都很高 三百七十块那个地方一直持续在涨 你只看到连发哥我已经看到连发哥下一档的景德 所以说你在操作连发哥我算是说不是说在笑大家 你要知道连发哥涨怎么是真正跟他有供应链的关系 如果你知道连 所以你只看到连发哥涨你不知道景德要买进的话 你没有权利操作连发哥 但你对连发哥不是很了解吗 你怎么会操作连发哥呢 连发哥说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他涨景德一定会涨细格一定会涨景硕一定会涨 我现在已经档案都标准档案都给你 当然我讲的是对的 但那时候他没有涨之前景德在一百块 为什么你不知道要去买景德呢 警戒你要知道 我知不知道8月19号我就知道景德了 就好了 当然这个地方来讲景德这档股票 你跟我说老师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能怎么办 这已经涨停了你说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一档胜过十档 你一定要什么 这种股票我还要再买 我坦白跟你讲 但毕竟这档股票说实在 很难买得到 因为他已经涨这么多了 毕竟这要只能跟你讲 这就是一档胜过十档 景德可以这样做 那代表实际上这三档股票里面 一样好 我跟你讲实在 这三档股票虽然表面上景德最强 我告诉你 你有了这些股票说实在一样好 股票是轮涨轮动的关系 它是一档带过一档 这三档股票都是值得什么 你要恨不得它有跌 我实际上浅来一点跟你讲 话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了 跌不下我就没办法 那你把电话打通 我要怎么带你赚 景德竟然可以涨了百分之三十 这些股票说实在 目前的涨幅我认为都 好像都还没有 它当然还有一个比价效应 我只能这样讲 这样我已经讲了已经很委婉了 但是毕竟这边当下来讲 我只能跟你讲 细格这档股票 六五七的细格 这档股票你有的 我都恭喜你 包括景硕来讲 实际上这些当下 你昨天就算买在这收盘下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还是恭喜你 这档股票实际上都还为正式的走它主生蛋架构 只能这样跟简单一点讲 所以这三档股票你都要好好的 我是欢迎你好好的利用它一档升过你的十档 因为这些股票我都还要再买 还要再买 那至于我的买点如何 就是如果昨天来讲 实际上我昨天到我们会员切入的股票 就只能贴入景硕 你如果九点钟有把这个手续办法 你也应该知道 这地方109块加码 那前两天早点来就107.5这边买进 所以这三档股票就是说当下来讲 你好好去掌握它 它可以让你到年底的时候 利用这些股票 把你手上的股票稍微集中一下 因为你现在手上有很多的股票 你或许在等人家来救你 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自己做自己 你要自己救自己 因为有些股票 目前当下你把它稍微做个调整 会让你今年所没赚到钱 利用这一次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挡挡股票 就挡挡这些股票来讲 都是有办法让你再造什么 不小心它的涨幅来讲 我说实话不要说涨多少 你就单单看景硕一样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点你而已 从8月20号到现在来讲 它涨多少了 大半都还没有正式动 如果不小心大白拿到9000点 这三档股票往后会如何是好呢 我想你可以自己拭目以待 剩下如果来跟我操作 欢迎你把这电话拨通就对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知道你很辛苦赚钱 所以SYM是真的为你想 限定机种 零投期款 零手续费 零利率 统统是真的 三阳SYM 现在买再想补助金3000元哦 是真的 KD木皮版 世界级的木皮涂装技术 取得绿剑材刀张 健康无毒 是装潢橱柜的名牌衣服 装潢设计前 请先选择KD木皮版 亚洲头部 第一手资讯 见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有个角度看起来很像郭彩姐 蛮像白星会的 我已不期望 因为你和我曾多过快乐 我是台湾好幸福佩战 买到我的爱 好带你到来 金牌麦克风 今天晚间八点 星光闪耀 看见满地清晴一颗颗 照亮着你和我 月亮美 在中秋节 可以与别人分享 是我们的福气 奇华至尊月饼 奇华至尊月饼 计划科技 定义未来 优惠我们第二个单元 虽然很多人很怀念 我跟你谈的股票 但有时候真的是很可疑 因为投资朋友 你一直在看节目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你很可惜的地方在你没有办法很坚持 在一个在里面 如果你可以很坚持 现在你都不用参加会员 你真的都可以赚得到钱 还记得吗 现在升级概念股很强势 我不是没有跟你谈过 它的确是个明星产业 最少走长多十年 但是的确有些股票一定会被淘汰掉 但是谁可以跟你看见未来 你还记得一档股票是什么 叫我那时候跟你讲帮帮忙 实际上那时候我跟你讲完之后 它是跌的 什么邦特 到现在昨天有时候还有什么 来路回说老师谢谢你 邦特真的让我赚到钱 因为什么 他心很定 我说这是恭喜你 如果有时候你真的 有时候你总来总严 像苍蝇一样 这种股票你抱不住 因为的确 你要操作这种股票 你的确要什么 你要你的修为 我跟你坦白跟你讲 所以帮我你参加我会员 如果你每天想要赚那个涨停板 你不要来找我 你去找别人 我说老师你股票都没有新的给我 那你也不要来找我 坦白讲我不是那种 我盖给你就是要带你赚大钱 讲实在话 你没有赚大钱 你怎么办法改变你的之前的赔的呢 那你有国际观 你一定赚得到大钱 因为你有国际观代表什么 你就不会看不起我们的台湾 你有国际观的人 你的赚钱才会可贯 真的你一定要有国际观 就如同邦邦邦邦 我那时跟你讲说 你帮你帮帮忙一下 我特别推出一个升级的单股会员 你没有单股的话 你的心要很定 如果你单股的话 老师很无聊 那你不要参加 因为这档就是邦特 你的一档有没有胜过十档 你单看这个邦特就好了 现在不可不可思议 对不对 邦特 邦特是今年跟你推出了一档 4107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档生计股 那时候我看到邦特是什么 实际上简单一点告诉我 所以我写得很清楚 那时候你看到三月中旬的时候 我跟你讲他曾受邀美国医疗展 他是受邀到美国去 不是他自己要求要去参加的 这不一样 你看我们很多参展参展都自己要去参加 他是被邀请的 所以这种东西说实在你要很有深入去了解一下公司的一个真的他的一个默默给予者 一家公司真的好工他不需要做广告很大 他不会频频上报的 他因为什么公司的贺啊 他干嘛去跟你打折去优惠各方面不需要嘛 这就是说投资朋友你要注意 我常跟你讲说我为什么跟你讲说优不优惠是其次 你有困难我帮助你 你要那个优惠干嘛 你要的是能赚大钱啊 你说你看我的节目没办法赚大钱 你当在这个邦特那时候你只是说说你看不起他 那时候我还回到35.6 打电话多少钱 老师你电视讲的邦特也没准 那不是我没准了 你看电视你要给他耐心 你往后要看三个月你要看见未来 我也有没有看见未来 我单单这档股票到现在已经看见半年的未来了 对不对 3月18号他哪一点 他这从3月份之后再严格讲下 邦特走得相当的稳定 他永远都没有回 他每个月都在涨每个月都在涨 慢慢涨慢慢涨 然后什么喷出了 到昨天都已经来到一个56.7开高走高涨 严格讲起来这种股票说是他在走什么 他当然他走他主身段 这种股票说是你只能抱住 在他主身段将过没有结束之前 我只能扣给你抱住 但是毕竟你要忍耐这个短线 那时候当下来讲 你要忍耐这段时间的什么 他的震荡 那个南上迦南 你现在回过来 当然是我对 对不对 那时在哪里 自己看嘛 在这边嘛 这一段嘛 那可是他是天天长这样 你现在回过来 当然这边是低档区 我叫你买到哪里 我就是叫你买在这个地方的 三十几块 那我那时看到什么 我可以点你一下 我那时看到什么 因为他是唯一受邀美国的医疗站 他本身的业绩一直都很稳定 而且只有三十几块 是不是你是不是人人参与都在 这就是一档升股 你的手上十档的升级概念股 你股票干嘛这么多 这么多升级概念股 以前的葡萄我也跟你讲过 涨多这种并没有叫你最高 而后我今年真正跟你谈过两档的升级股 一档就是什么 一档就是邦特 一档就嘛 一档我也卖的蛮早的啦 坦白讲 那个我是没有留 叫神龙1789 有没有赚钱就好了 有时候我一档涨股票 我有时候因为卖的比较早 你没说我就跟你坦白讲 我就卖掉神龙就是跟他比较没缘 但是邦特你总不能忘记我 邦特到下我们会员都还有啊 对不对 这一档股票说实在涨个一倍 你的钱说实在 今年是什么行情 你一定要重点是在悬股 你要看见未来 我就跟你想到 你的股票一定要看 公司的真的成长性在哪里 你没有国际观 你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这地方我跟你讲 说你要做这种单股 要赚钱的 你一定要把心定下来 赚钱实际上是很简单 但是你一定不能急躁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我的股票 看它涨啊跌的话 我可能比较不适合你 这地方来讲 就如同近期 我会跟你推出一个新的 除了连马克林工概念股 三档股票全部帮你印证 全部都涨 而且都相对你都可以看得到 吃得到贪得到 到下这些股票该如何操作 你持续跟上 这些股票都是可以一档 生活食道我都还会再买 但它是走那种轮涨轮动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你还是希望你说 你没有从底部买上来 欢迎你把这电话拨通 另外在汽车领主件之后 受惠美国的景气复苏的概念股 我有特别再给你推出一个台股中的房屋概念股 好 现在回过来 你又看陈寗又好像没什么 还怎么乔春又跌了 我看他 实际上我认为他比 他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最怕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说实在 因为他是成长性的股票 是一定要涨的 那相对你当然既然知道你一定要涨 恨不得他有跌回来吗 对不对 那何况陈寗进来说实在 他从哪里开始上来 虽然你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会员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 开始做给你帮我 也跟你做介绍21块嘛 可是你看到什么 这种股票说实在好像看起来 业绩不怎么样 你确定他业绩不怎么样吗 如果你想多了解打电话进来 毕竟这种股票说实在 昨天说实在 实际上都是持续创新高之后 根本没有回头路 我只能跟你讲 这种股票我已经公开跟你讲 这种股票说实在 都是一个真的好的股票 比你手上有些涨停满股票 我都还喜欢 还包括乔春你自己看 这种股票你能卖吗 说实在他为什么只会回来 就是因为回撤这一点嘛 他在走他主身段啦 还没有正式喷出 这些股票还没有正式喷出啊 好 现在接的还有一档股票 唯一剩下一档 我今年我很少跟你推什么新股票 但因为现在行情在走 他主身段大牌在涨 你要走的重点是攻击股票 唯一当下只剩下一档股票 如果你出了这种股票 我近期不肯再推出任何的股票了 没有了 就只有这些股票 你想要买底部 唯一当下只有这档二号 只有这档二号 这档股票目前来讲 就如同乔春在70块的位置 欢迎你把这个手续办好 跟上一档最新的主流 包括联邦克的周边概念股 该如何的做个操作 欢迎你把股票交给我 让你的股票一档 胜过你手上的十档 好好的把握一下 祝大家操作 所以明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认真对待每一个 看我一件事情持续地做 一个人只要很认真地 在做一件事情 不会感动到你 不认真怎么会走向 认真是一种态度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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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手 认真起来都充满力量 认真的台心 挺认真的女人 认真刷台心 满额777 平板 钻戒 相机 仅千个好力 天天都惊喜 超越大蓝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578-3777 2578-3777 越来越多亚医 已经推荐 高露杰抗敏专家 她使用更新 更好的科技 效果更好 改善更明显 因为她能针对 敏感酸痛的根源 阻隔直达 神经的维系管道开口 她能力极见效 持久舒缓 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我在病人身上 所看到的效果 高露杰抗敏专家 立即见效 持久舒缓 牙龈护理配方 新上市 高露杰 台湾